哈喽,据说今天分享的这道美食是王菲御用的瓜油汤 开场的这个汤汁汤色,大家看了有没有热血沸腾 其实这道瓜油美食并不是什么秘密 曾经减重40斤的我一星期吃4次 没想到我常吃的这道美食这么火 重点来了,好多人做这道美食的时候都做错 别是视频中最后一个步骤没做好,大打折扣 这道瓜油美食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它有一个很厉害的三足,营养足,味道足,上食纤维足 不仅好吃,好喝,重点是吃了以后肚子还不会饿 好了,前话少说,来看一下王菲同款的瓜油减汁汤的正确做法 洋葱 芹菜 青椒 西红柿 包菜 好了,这几种食材都是我们最常见的 材料虽然简单,但是做法一定要美味,心情才会美 西红柿去皮我还是喜欢用暴力的方式 用开水炭太慢了 而且还会破坏它的营养价值 所以西红柿去皮最快的就是用火烤 烤西红柿一定要用外焰烤,并且不停的旋转西红柿 烤的时间大概在15秒左右 紧接着在西红柿上打十字花刀 是不是可以看到去皮非常的简单 其实这个皮都不用用手,稍微搓一下就掉了 不要觉得奇葩,您真的可以试一试 西红柿对半切开,将西红柿的地去除 瓜油简直的人就是这么的任性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时呢,将西红柿切成块状 紧接着西红柿这个步骤非常关键 将西红柿放入搅拌机中,倒入半碗左右的清水 如果家里没有搅拌机呢 把西红柿切得越碎越好 这道瓜油简直汤核心的重点就是它的底汤 所以呢,第一步切记西红柿越碎越好 将每次都想让我流眼泪的洋葱切成条状 不是很好吃的包菜,也一并切成条状 这道汤加辣椒就有一点类似于泰国的风味 如果您做这道汤但是又怕辣 那么就可以把小尖椒换成甜椒 如果您是爱吃辣的,那绝对会让你非常舒服 小尖椒依然也是切成条状 这个时候我的手已经辣得不行了 如果您和我用的一样是西芹 那么西芹外面这一槽除纤维一定要用刮丝刀将它剔除 剔除这层皮以后不仅口感非常的好吃 这些西芹不管以后做什么美食 去除这层皮以后都不需要焯水 用西芹的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那就只能用芹菜 锅内开小火,换入一小块的黄油 如果家里没有倒入一小勺食用油 当黄油完全化开以后再倒入西红柿 这些西红柿急趟趟做不好的要注意 这次倒入的水是烧开的废水 为什么要倒入开水呢? 因为用开水西红柿的汤汁才会更浓郁 而且它的汤汁汤色和精华才会完全的灰花 倒入开水的那一刻是不是可以看到 跟您平时的西红柿汤汁完全不一样 即使呢平时煮的是西红柿鸡蛋汤也切记了 一定要用开水 好了将所有的配料都放入锅中 用勺子稍微搅动一下锅顶 避免它粘锅 有人肯定会说你的西红柿炸了汁 所以说颜色才那么好看 脸的事情说三次 加废水 废水 废水 非常多做这道汤的教程 都是要炖煮一个小时或者30分钟 其实呢这个时间是错了 正确的做法是从入锅到出锅的时间 总共15分钟 这个时间段可以保证所有的食材 营养价值都刚刚好 开锅的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棒 这时的味道呢感觉有一点像是冬英宫的味道 非常浓郁的西红柿味道 倒入少许的盐 再倒入少许的白胡椒粉 最后再倒入少许的花椒油 这道每只的调味料呢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去调整 不一定完全要参照我的调味料 毕竟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 现在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出锅了 总结一下 第一 西红柿尽量打成汁 第二 到肉西红柿的时候必须要加废水 第三 则是煮的时间前后15分钟 不管呢你是正在刮油减汁的人 不管你是想站着吃还是坐着吃还是躺着喝的人 那么真心的推荐 要试一试这道瓜油减汁的美食 保证吃了上一顿就不想吃下一顿 今天王菲同款的瓜油减汁汤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想让更多人吃出健康 谢谢 我们下次见